78日 今日早報 香港證監會 將增加勸商壓力測試次數 2015年7月8日證券消息A17 香港證監會 將增加勸商壓力測試次數計香港金管局6日提示港股風險 並表示必要時會向銀行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後 香港證監會7日也對港股波動性增加表態 稱會增加勸商壓力測試次數 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7日出席香港立法會會議後表示 香港證監會主要工作時確保市場有聚地運作及金融市場穩定 香港證監會不時向市場參與者 進行壓力測試 而在市況波動時會增加測試次數 香港證監會也與港交所在各項風險管理工作上緊密合作 至於中國證監會連日推出多項救市措施 會否影響深港通推出時間 歐達禮表示 不能評論內地市場情況 重新約落實深港通推出時間 就會對外公布 據上海證券部 往前… 往前… 海譲墨